福元爱与台湾捉球好手江洪杰2021年7月离婚 双方关系依旧经常闹上媒体版面 先前日媒爆料称前夫江洪杰已对他提出刑事告发 不过尽管官司缠身 福元爱依旧经常透过社群网站培养粉丝群众 经他晒出一颗超大水滴型钻剑 引发网友关注 福元爱与前夫江洪杰的关系 现在甚至演变成跨国对峙局面 据日本媒体周刊文春报道 11月初福元爱被江洪杰提出刑事告发 以或法院判准对福元爱强制执行 若福元爱持续对判决结果置之不理 未来恐面临两年到二十年的刑期 不过面对前夫江洪杰提告 福元爱心情似乎没有受太多影响 今日他大方经营大陆社交平台小洪书 分享自己喜爱的配饰 他透露以前比赛会特别带金色视频 原因是希望能摘金 影片中福元爱高调晒出大颗钻剑 并用它来比喻女人 他说钻石材质不易受损 不会受伤 更不忘自我打气 相信自己心里有一颗钻石 不管怎样都要坚强 曾经甜蜜地捉求明星夫妻福元爱 江洪姐从跨国恋情到跨国官司 两人在2021年7月8日联合发表声明 我们已经结束彼此的婚姻关系 2023年7月27日 江洪杰赴日本东京召开了记者会 原因是福元爱没有回应日本法院的判决 对此福元爱也透过律师回应了 福元爱 江洪杰离婚事件始末 江洪杰在2016年 与福元爱在日本举行记者会 表示已在东京登记结婚 当时江洪杰一套西装 福元爱则穿着日本传统和服 两人正式结婚后 在2017年 于东京迪斯尼乐园举办梦幻婚礼 就在婚姻迈入第五年之际 日媒周刊文春 在3月3日大胆爆料 日本前桌球选手福元爱 正在和台湾丈夫江洪杰协议离婚中 当时因为福元爱回到日本工作 手上没带婚戒等原因 被揣测婚变 但两人当时未正面回应 随后 福元爱与一位男性 在横滨的约会照 开始被日媒大肆报道 当时拍到福元爱和一个陌生男性 在横滨约会 两人在照片中并无过于亲密的互动 不过报道却直指福元爱外遇 与男子过夜 但目前仍不清楚陌生男子的身份 也没有其他更确切的消息来源 为此福元爱方澄清 仅是有人否认同房过夜 之后二度发声明道歉 之后福元爱一月时就向江洪杰表示自己想离婚 却被两人所属的公司否认 不过回应十分曖昧 两人并没有离婚 一国婚姻的确也很多事情需要双方一起努力 他们会定期讨论家里大小事情 但报道直接指出了令人震惊的事情 表示江洪杰曾在福元爱怀孕严重孕吐期间 不断对福元爱言语霸凌 2019年 江洪杰本来就很喜欢管妻子福元爱的穿着 也总是嫌弃她穿得太华丽或是时髦 福元爱前去看牙医时 要求她换回朴素的衣服 然后才陪福元爱看牙医 反家过程中江洪杰对福元爱开骂 讲出了非常难以入耳的字眼 批评她穿着过度暴露 一位宣称是福元爱闺蜜 更多次向周刊文春爆料 称江家是怪物家族 包括江洪杰对福元爱言语暴力 与大姑江恒更关系不睦 被婆婆当金鸡母等 为此江洪杰方经纪公司反驳 不要攻击家人 2021年3月时 周刊文春联系上在日本的福元爱本人 问道 是因为江洪杰的言语霸凌 才决定离婚的吗 福元爱稍微迟疑了一下 回答 我希望夫妻俩可以好好商量再做决定 非常抱歉惊动大家 当时并没有承认 也没有否认 留下无限遐想 直到2021年4月23日 原本一直坚定否认传闻 甚至温情喊话 我对小爱的爱 从认识第一天到现在都不曾改变的江洪杰 似乎是心以泪 透过所属经纪公司华言国际回应 已经正式向高雄法院诉请离婚 希望外界能给予空间 让两人一起平静处理 谢谢大家 2021年7月8日 两人联合发表声明 致各位关心我们的朋友们 我们已经结束彼此的婚姻关系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心 抱歉 抱歉个人私事造成纷扰 后续如有恶意捏造 散播不时谣言者 我们已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在江洪杰诉请离婚之时 福元爱就透过经纪公司发表声明 希望两人同心协力 自江洪杰和福元爱离婚已过去两年 江洪杰在2022年指控福元爱7月后 就断了联系 他在律师的陪同下 于2023年7月27赴日本东京召开记者会 大家好 我是江洪杰 今天先跟大家抱歉一下 私人的事情让大家担心了 谢谢大家不辞辛劳地来参加 也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把大家聚集在这里 有件事情想跟大家报告一下 在今年的7月20号 我收到日本法院裁判结果 内容是法院要求福元爱小姐 我想表达真的很感谢日本法院的判决 我也希望可以快点 在江洪杰记者会后 福元爱透过台湾律师发出五点声明 表示日本的裁定只是暂时处分 并不是最后的判决 以及由福元爱委任的日本律师 一直都有与江洪杰委任的日本律师联系 相关案件也都交由律师在互动 并无江洪杰所言 完全没有对接窗口的状况 如今 福元爱面临逮捕风险 口碑遭双重打击 婚姻破裂 又因为拒绝履行判决 面临着被逮捕的风险 他的前夫江洪杰 已经向警示厅提出刑事控诉 并希望法律能够维护自己的权益 福元爱在婚姻中的行为 引发了公众的强烈谴责 尤其是日本社会 而在中国 他曾经因为乒乓球运动的成就 而受到赞誉 甚至参加了中国的夫妻真人秀节目 然而 福元爱与江洪杰的婚姻始终备受质疑 而这次离婚纠纷 更是让他的形象彻底崩的 福元爱在日本的口碑 已经跌到了谷底 他在婚姻中的不忠行为 遭到了日本社会的谴责 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女性 对他的评价更是严厉 福元爱曾经在乒乓球赛场上 为日本国赢得了荣誉 曾经是一个备受尊重和喜爱的运动员 然而 他在婚姻中的不忠行为 让人们对他的评价发生了彻底的逆转 网上充斥着对福元爱的指责和谩骂 甚至出现了一些下流的文章 这些评价不仅反映了福元爱的行为问题 也反映了日本社会中男性为主导的价值观念 江洪杰作为乒乓球运动员 与福元爱的结合一开始就备受争议 在婚姻中 江洪杰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庭责任 而福元爱则把大多数事情都交给了他 当福元爱出轨被曝光时 江洪杰一家人并没有羞辱他 反而持续照顾坐轮椅的岳母和孩子 福元爱却在离婚时 指责江洪杰一家人羞辱他 这种自相矛盾的说辞 让人们对他的诚信产生了质疑 在婚姻中 福元爱是明显的过错方 他不仅在婚姻中出轨 还选择与对方在一起 这种行为在法律上被认定为小三 并引发了一场诉讼 福元爱和江洪杰的婚姻 从一开始就备受质疑 江洪杰作为乒乓球运动员的水平并不高 在与福元爱认识后 他的训练状态逐渐下滑 福元爱在婚姻中 几乎没有承担什么责任 把所有事情都交给江洪杰来做 这种不平衡的婚姻关系 注定难以持久 就算福元爱没有出轨 江洪杰也可能会提出离婚 福元爱的出轨行为 让这段婚姻更加脆弱 导致了最终的破裂 福元爱的口碑 在中日两国形成了巨大的差异 在中国 他曾因为乒乓球运动的成就而受到赞誉 并赢得了一大批师父的宠爱 然而在日本 他的形象已经彻底崩塌 两国对福元爱的评价差异 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乒乓球成就 更是因为他在婚姻中的行为 福元爱的出轨行为 让人们对他产生了强烈的谴责 甚至忘记了他曾经为日本争光的事实 福元爱和江洪杰的离婚纠纷还没有结束 虽然日本警方透露可能会逮捕福元爱 并对他判出相应的刑罚 但他也拥有自己的律师团队 仍有可能会对此提出抗辩 离婚战的背后是一系列复杂的问题 包括财产分割和孩子的抚养权等等 这场婚姻的破裂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问题 还涉及到法律 社会和道德等方面的考量 福元爱的婚姻破裂事件 引发了公众的关注和讨论 在此背景下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 什么样的婚姻关系 才是健康和稳定的 双方是否应该平等分担家庭责任 如何避免婚姻中的不忠行为 这些问题不仅仅是针对福元爱和江洪杰的 更是针对整个社会的 只有通过深入思考和讨论 我们才能够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路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咨询 欢迎点赞订阅我们 请不吝点赞订阅我们下期再见